Hi Babe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的视频呢我要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现在泰国向全球基本都开放了 可以免隔离的去旅游 那具体的程序怎么办 怎么才能双向免隔离 那只能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双向免隔离不是从中国去的 现在中国比较出国的话 回去的话基本都要隔离 我现在说的是 如果你跟我聊到新加坡 那你是怎么样 可以从新加坡去泰国旅游 双向免隔离的 OK 我们先去开始聊吧 在聊之前呢 你们上次问我 带的这个字母的这个项链是怎么回事 这是三个不同的项链你看到吗 上面是我的人的手 我的名字的最开始的三个字母 这个很漂亮 这个牌子是Edge Weber 它是一个来自伦敦的收拾品的首饰品牌 很可爱很漂亮 我给娃娃也买一个S给他的 我非常喜欢18k镀金的 可以什么衣服都可以casual 还是很正式的都可以 OK 那我们现在开始讲吧 首先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手续吧 说繁杂也不特别的繁杂 说简单也不特别的简单 总而言之是用了我跟翠哥大概一个下午的时间 才把所有的东西都搞定 现在就用泰国的话它开了两种 一个叫test and go 一个叫the sandbox program test and go是你可以test完了 然后申请它一个叫泰国的pass 泰国军军那种taipass 就是直接可以走的 test and go你就是去哪里都行 sandbox是泰国的几个度假的岛 比如说普吉岛 苏美岛和清迈这几个岛 我自己走的是the sandbox program 因为我申请的时候test and go是被暂停了 现在test and go也开了 所以如果你感兴趣去别的地方的话 如果你只想去曼谷 那其实你就不用走the sandbox program 我现在主要讲的就是the sandbox program 如果你想去普吉清迈 苏美岛这几个大家比较常度假的岛屿怎么办 首先第一点你需要的就是你一定要是打完疫苗的 那它所承认的疫苗很多 像莫德纳 辉瑞还有中国 生物和克星它都是承认的 如果说你打了这些疫苗 你就ok了这是其一 其二你要申请一个叫type pass的东西 这个type pass就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它需要的document很多 而且它需要三到五个工作日才能给你披下来 所以你在网上申请的时候 你一定要准备好所有的你这些document 申请type pass都需要什么呢 首先是你的vaccination certificate 就是你的疫苗证明 疫苗证明你是一定要开好的 你要上传到它这个网站上 还有就是你订的泰国的酒店 而且sandbox program规定 你一定要呆7天以上 你才能从这个地方离开 所以你去一两天是不行的 你要呆7天以上 我自己是呆了8天 然后7天以上你所订的酒店 一定是它叫sha char这个level的 或者一个叫什么quarantine facility 那个我不太清楚 但是大多数比较高级的度假村的 它都是sha approved 所以基本你订就是比较好的度假村都没有问题的 还有就是你一定要网版的机票都要订好 也要给它看 另外还有它要求你走之前先做一个pre-departure covid test 然后你到达泰国的机场 你会再做一次核酸检测 到达你度假村第5天的时候 会再做一次核酸检测 然后你在飞离泰国之前 它应该还有一次 但是那个你就不用做鼻子的核酸检测 你做那个ART就是快速的那个 叫antigen的那个test就可以了 或者说你要回到新加坡的话 你到新加坡的机场 你还是再做一次 确实是非常麻烦的 但你事情tipass的时候 你只需要出示 你两次核酸检测已经付费的订好的这个证明 一个是你到达泰国机场的 还有就是你到达泰国5天以后的这两个证明 然后你还需要买一个在泰国 你待着这段时间的新冠保险 其实这个价钱不是很贵的 待会我再把价钱都告诉大家 基本这个tipass就没有什么太多其他的东西了 现在我们家走在张一机场 人还是很少的 我们每个人都还戴了面罩 在两天前做核酸检测 出发去普吉岛 上一次去普吉岛是17年的4月份 小娃娃已经睡着了 翠哥虽然不跟我们去 但是他送了 给大家大致看一下张一机场 曾经是亚洲 不是最繁忙也是 极大最繁忙 是前两个吧 不是香港不是这儿 萧超多了 但是新加坡已经算忙的机场了 因为它基本免隔离通道 这些重要的国家全开了 只是说还是跟平时不一样 从新加坡飞到普吉岛大概一个多小时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这次都飞经济厂 因为票也买晚了 但是小娃娃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座位 所以应该不算太困难 经济厂的check-in都没人死 只有我们和对面人家 翠哥不跟我们去 我太难了 那我们现在再来讲一讲 就是入境的这个流程 你入境了以后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快的 如果你手持中国护照的话 你可以选落地签 落地签根本就没有人 那我们到那里去办落地签的时候 大概也就三分钟就搞定了 他什么都没有 就让你填了个表 然后落地签你要每个人交2000 200泰铢大约是500多块钱人民币 这样把你的签证拿到就OK了 落地签跟免签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我知道如果旅客很多的话 你一定要等我们去的时候基本没有旅客 而且他当地就是管理的还是很好的 一步一步带着你走 你一点都会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 每一步都有人接洽你 而且你很快的就出关了 我们因为要办落地签 所以会比别人那天免签的要稍微慢一点 但是其他的人的话刷刷刷刷就都走了 出关的时候也是一样非常非常非常快 OK我们现在已经到普吉岛的机场了 现在大家都坐在这等着 我们来看一下所有到达的人都过在这 先把所有的证件和所有的手续 OK好我们现在办了落地签证 过了关现在去取行李 接下来是核酸检测的 然后你出来之后他就会有 你酒店里的人来到那街里 想知道你住在哪个酒店 然后他直接就会把你带到酒店去 然后我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从新加坡走了 回来免隔离你需要什么手续 第一当然你也是打了疫苗 因为你要走一个叫VTL的航班 就是vaccinated traveling 现在比较讨厌的一点是 新加坡和泰国之间只在曼谷有这个VTL 所以你如果直飞到普吉岛是没人管你的 如果你从普吉岛回来的路上也是直飞的话 那你就不能走这个VTL 你还是要隔离 所以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就是在普吉岛待了8天 然后普吉岛飞到曼谷 从曼谷再飞回新加坡 这样就会辛苦一点 但是也没有办法 这样回来的话你就可以免隔离 因为新加坡和泰国之间只有曼谷跟新加坡 有航班是免隔离的 然后再讲一讲就是我们所住的酒店 这次我们住的是JW Marriott JW万豪酒店 那在那边有很多个万豪酒店 一个是Maria 一个是JW Marriott 它是不太一样的 这几个都是合格的SHA的这种酒店 你都可以住 但是我们最后选JW Marriott 是这几个当中应该是他说是最好的 那我们就住进去了 到了以后 你当天晚上是要办好了你所有的这些手续 就回到房间 你理论上来讲是不可以出房间的 因为你在等你的核酸检测结果 我们当天是6点钟晚上才到的酒店 然后我们等于就回房间 然后在房间里点了吃的 就一直每个人都在房间里待 就没有出来 因为我们是不可以出来的 要等我们转天的核酸检测结果 好 我们现在刚刚到了 小阿鱼一直在闹 让我们头都疼 现在已经晚上了 OK 现在我的头会已经这样 终于我们搞完可以去房间 我们一旦进了房间就不能再出来 直到核酸检测的结果出来 才可以出房间 好 我现在进房间了 咱们先做一个room tour吧 其实我今天还挺大 挺新 挺明亮 应该是床 浴缸也挺大的 小阿爸跟姥姥姥姥住没有跟我住 所以我自由了 房间也挺漂亮的 这还写了 I'll be in love except I'll be staying out by myself 这有一个打坐喝茶的地方 那转天早上起来 那个酒店的人跟我说 如果8点钟的时候 他还没有把核酸检测 你在泰国机场做的核酸检测的结果发给你 那你就要给他们打电话 他会帮你去追问 我现在用的这个黄金面膜是那个套装里面的 真的像非常贵的黄金 我今天早上核酸检测已经十几个小时了 还没有收到email 我就给前台打个电话 他帮我查了两个房间 然后全部都是那个的 太好了 睡吧睡妈故意小娃娃还在睡觉 人家走起床了 两个 三个 七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你会用个子是吗 真棒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房间外面的景色 房间外面的景色还是不错的 我把小阳台打开了 能够看到吗 这里是海滩 我这个应该是比较便宜的房间 所以没有什么太惊艳的景色 ok 现在我核酸检测阴性以后 就可以在整个普吉岛到处逛了 昨天刚到普吉岛的时候很累 我十一点多就睡觉了 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四点多就醒了 然后就怎么都睡不了 这个的价格大约是1700块人民币 一间房间一天 然后包含早餐 当时是脆爸脆妈一间 我和小娃娃一间这样订的 然后最后其实小娃娃都是跟脆爸脆妈睡的 其实这个价格还是非常的值的 那现在我看了看JW万豪 在三亚的价格差不多是4000多人民币 所以说泰国普吉岛的JW Marriott 比三亚的JW Marriott便宜了一半还多 然后我再给大家讲一下总体的cost 就是花的钱 机票的话其实我们飞的都是非常短途的 从新加坡到普吉岛只有一个半小时 然后普吉岛到曼谷是一个多小时 然后曼谷回来差不多是两个小时 所以都是非常短的 我们就全部飞的是经济舱 从新加坡飞到普吉岛 从普吉岛飞到曼谷 再从曼谷飞回来 等于是这样一个三个这种绕弯的飞的方式 一个人相当于3000多人民币 因为小娃娃已经超过两岁了 所以他需要自己的座位 实际上他的机票也跟成人的机票价格相差不多 大概是3000多块钱人民币 所以也不是很贵的 就是整个这么飞的话也算是还ok 那我再讲一讲 就是其他的cost 其他比较多的就是核酸检测 还有你要到了酒店之后 坐酒店的车去核酸检测的花费 核酸检测的价格 你走之前在新加坡做的这个是150新币 大约是750的人民币 确实很贵一个人 新加坡就是两岁 如果你刚刚今年还是两岁 你不需要做 但是两岁以上的小孩就都需要做 然后到了曼谷以后 他下飞机坐的那次和你后来坐的那次 差不多是1000泰铢 也就是200多人民币 一次那两个加条大概是500多人民币 然后最后你走之前那天做的那个antigen 那个简单快速出结果的那个 那个是550泰铢 大概是100多块钱人民币 如果你不知道走之前该定例在哪里的核酸检测 实际上他那个网站上就有定 你直接跟着那个申请tipass的那个网站 你就可以去申请了 如果你不知道你Google就立刻就出来了 如果你还是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给JW万豪 然后他可以帮你去订 在当地要做那个核酸检测 那其实我住的这个地方 离我们第二次做核酸检测的地方比较远 就是你到了第五天要做的那个 那种情况之下呢 你就要从酒店叫一辆车去 然后你回到新加坡到了机场 你还要再做一次核酸检测 然后那个也是150新币 150新币就是700多人民币 所以这几个人的所有的核酸检测 加起来也要几千块钱 所以你不要把这个忘记了 而且你到那以后酒店派车去接你 这样往返大约是1500多泰铢 那就是300多人民币 中间第五天去开车再去做这个的时候 你也是1000多泰铢的这个往返车程 因为你要雇车他带你去嘛 然后那也是300多人民币 然后最后一天啊 你可以要求他断门宾馆里来给你做这个测试 那这个的话他做这个非常快速的这个 虽然是500多泰铢 100多人民币一个人啊 但是你要付他来的这个计程车的钱 也是1500多泰铢也是300多人民币 所以你要把这些都加起来 等于也不便宜 然后你整个住8天酒店房费 一间房1700一天的话就3400两天房 然后你要住8天这个2万块钱也不是特别贵 现在三亚的话真的是贵的都不行了 我看到有人订了个Rosewood花了几十万 那真的是不可想象 我觉得8天才花了2万多真的很迟了 就跟我们上次去W酒店住两天的价格都差不多 所以我还是非常推荐现在去 而且泰国现在的人是不多的 我再给大家算一算还有什么其他的 哦对还有你要买的这个医疗保险 你到泰国以后你要买的医疗保险其实不贵 我当时算了算大约是200多人民币一个人 所以还是ok的是很平常的 然后你回来新加坡的话 如果你不是这长期居民的话 你也要买回到新加坡的新冠的医疗保险 大概是200个新币就是说1000多人民币 这个也是比较复杂的 然后我再讲一讲我住的这个JW万豪 因为我一般出去的话都会选择 万豪酒店 因为我是万豪酒店的这个member 你们知道丽丝卡尔顿酒店是他旗下的嘛 所以你看我结婚啊办什么家里的活动 基本都是在The Race Content 如果我是有积分的 我是金卡会员 所以我每次都会选他 但是你要现在问我JW酒店怎么样啊 我只可以说我去过泰国的这么多度假村 我觉得它是非常一般的 如果你问我 我会不会把它推荐给大家 就是说大家如果去普吉岛的话都去JW Marriott 我不会 但是这个酒店是不是特别差呢 也不是 但是我有很多不太满意的地方 当然也有比较满意的地方啊 首先讲一讲这个酒店的房间 我觉得它的房间呢比较大 房顶还比较高 所以还OK 但是房间的设施你能看出来 它可能在10年或者15年之前 是当时鼎盛一级最豪华的酒店 但是这么多年以来 我觉得它的设施 就会相比一些新建的度假村 它不是说看着陈旧 它是比较老的那种设计 反正不是我很喜欢的那种风格 我就觉得它整个的这种风格都是偏老化 然后它的游泳池的设施也都很好 因为没有什么人嘛 游泳池它有很深的游泳池 是给大人游泳的 然后还有很浅的游泳池 是给小孩的 而且它游泳池周围的那些座椅啊 你能够感觉到就是它就是维护的不是很好 就稍微有点旧了 而且儿童游泳池比较浅的地方 甚至让我感觉不太干净 这个是在我所有的比较上档次的那种度假村当中 我是没有看到的 因为很多像那个swebubbar就是那种 在泳池里的那个swebub的那种 那种bar它没有开 我们现在要了椰子和这个在这儿喝 这是叫什么蚂蚁什么 Oh my god it's so hot 嗨嗨 这两个是带酒精的 我们的椰子可 来喝吧 耶 这个好喝吗 好喝吗 不好喝 不好喝 再喝点 你坐 可以吧 觉得可以 太甜 太甜 不甜 新鲜椰子汁不甜 怎么样 太甜 这比国内太甜 这才二十多年一个 对啊 嗯 国内现在都要离七八十 你给妈妈来喝去吧 你给妈妈来喝去吧 妈妈来喝 妈妈有个痘痘是吗 妈妈长了个痘痘 咱俩配套物 太苦了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啊 疫情 因为去年他们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就一个客人都没有的情况下 是不是维护和维修都大打折扣了 我觉得这也很有可能的 那这种度假村如果他一段时间都没有客人的话 他这个设施的损坏和老化程度都会是非快的 很奇怪 就是越没有人用这个东西坏的 和老的就越快 所以也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然后他们有很多个餐厅我觉得还都不错 我们刚刚去的时候有很多餐厅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有开 然后后来他逐渐开了也是蛮好的 他有一个叫安beach club 是在beach上面吃的那些东西 比较偏那种tapas小菜 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小娃娃也在那玩滚蛋满身都是沙子 还挺开心的 顺着这个乡间小鹿去一个餐厅吃饭 A I C B I D S I C L I U V Yay 走了 走了 太棒了 走了 咱坐这吃吧 这好 这就是安beach club 到这个小笼子里来吃 好喝吗 嗯 高兴了吧 嗯 好喝吗 嗯 高兴了吧 嗯 嗯 嗯 走那么一会儿你干嘛了 哎呦 哎呦 妈呀 浑身都是沙子 哎呦 哎呦 完了都是回家了 走了 不抓了快点吧 走了 别吃啊 吃沙肉打你 完了吧 别摸摸 这身都是了啊 偏闭眼 闭眼 哎呦 闭眼别睁眼啊 睁眼就卡住了 闭眼眼睛 闭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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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对对对 不行 别睁开 闭上眼睛 哎对对对对 如果你去这个家度假村的话 我会推荐去它那个班尼哈那 班尼哈那是一个日本的甜板烧 它实际上在美国很多个州都有啊 就是大家都听说过的一个这种连锁的这种 吃日本甜板烧的地方 它算稍微高朗一点的吧 那我跟翠白天妈小孩四个人去 花差不多是将近一千块钱一个人吧 就一顿饭 那四个人去差不多三四千块钱 包括酒水 所以价格不算便宜 但是也不是说那种贵的离谱 它算高端一点的 然后安beach club就相对于便宜很多 那我们不怎么喝酒的话 大概我们下来带着一个小孩也就吃个六七百人民币 我们现在全家去吃 我最喜欢吃的那个班尼哈那 这是在美国的一个连锁日本甜板烧 很酷炫的一个 刚刚开业 爸爸咱们走了 真懒呢宝贝 带那么多呢 Benihana the Japanese steakhouse 爸爸敲一个吗 爸爸敲一个 妈敲一个 你看他不喜欢 来敲一下 哇 这个他每一个烤肉里面都给一份汤一个炸辣 汤还挺好喝的 我们要的龙虾sushi 看它还挺好吃的 what's your name Haya what's your na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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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y are you so stunned you get a chef cha hat oh you get a chef hat same 爸爸 爸爸 哇 娃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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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開始嗎? 你開始嗎? 對 1 2 3 開始 1 2 3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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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你看看 撇着脸 你说哈喽大家好 挤一下你帮帮他 就是这个也不算便宜 我们几个人大约也要吃个500块钱 人民币 但是如果你是万豪的会员的话 他在某些酒店吃东西 是可以打个久折的 但是搬离他呢 这个日本餐厅就不行 但是我很推荐这个群 因为他有很多什么表演的地方 然后小孩参与量也很强 但是如果你的小孩太小了 他就有可能害怕 那小娃娃就中间特别害怕 你会看到有很多老外 他们都是很喜欢这个 带着全家都去 然后小娃娃跟一些小孩也都玩很高兴 因为我们后来看到了一个美国的家庭 跟我们玩的很嗨 这个家里的小男孩特别喜欢小娃 很有意思 好 好 I love the rabbit! I love the rabbit! So cute! Does our rabbit have a name? Does your rabbit have a name? She just got it today so probably not yet. She has a rabbit at home. Her name was Suzie. Evn why don't you name it for her? Poppy! Poppy? That's a really cute name. I wanna play with Evan! Okay you give her a hug. Aww! So cute! 然后我再讲一讲这个酒店的早餐 其实这个酒店的整个的亮点 我觉得它早餐还是不错的 它有西式的 然后有亚洲的 然后自助的品类比较多 什么各种现煮的 现炸的这些它都有 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丰盛的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而且它早餐的时间很长 大概从早上7点一直到11点 你不用说起早去吃早餐 我每天早上 因为自助我们都吃很饱 中午的时候基本都不饿 因为我们都在9点多10点才去吃早饭 我在那里基本保持一天2到3顿饭 吃3顿饭就会觉得很撑了 大家早上好了 我们现在一家来吃早饭 它这个早饭这儿挺漂亮的 原来是两面都有 现在因为人少到一面了 这个是它的一个食房 这儿有躺在这儿欣赏水的一些沙发 它这晚上有灯光板的 应该有吧 这是吃早饭的地方 love is in the air 哇 早饭 人还挺多的 这儿你刚才说savadiqa 就是hello savadiqa 娃娃你说hello 你说hello 再说一遍 你说hello 我给娃娃拿了一个鸡蛋和cheese的卷 还有培根 然后一个shrimp的虾和pasta salad 还有一些 还有一汤 行吗 妈妈你去 大饱来了 哎呦 混真棒的吃 ok are you chewing very good good girl 你还吃这个吗 大的 什么kish吗 不吃这个 不吃这个 吃这个 你尝尝不好吃你的腿 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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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小了 小了 小了 你也要看这个 这有一个这上面的蛋 我看一下你都要什么 我都要什么 eggs benedict 有一大堆酥菜 对一大堆酥菜 我爱吃这个 我也把它拿西南花来 我又要了咖喱牛肉 腰果鸡 然后一碗牛肉面 吃的太多 这个牛肉面现煮的很好吃 有什么甜点 都吃完了 跟翠爸去看 有什么甜点 这个泰国的大米呢 有豆筋 我要了一个这个 Chayasi 然后是我们 有水果 Laguer juice YiBouberry smoothie Chayasi 吃自如餐很容易就吃多了 总而言之我觉得这个酒店 它原来可能是小孩的客人很多 带家庭的很多 所以很适合带孩子去 它每个餐厅都有儿童座椅 每个地方都有给儿童的东西 所以这点还是比较好的 还有就是它的海滩 它的海滩基本就是没人的 但是它海滩上也没有任何的这种设施在 就是以前我去墨西哥的那些住宅的时候 它海滩上都会弄得很漂亮的那种床椅 或者各种小岛什么那种床 他们都给你铺好了 但是休息还可以遮阳 但是这个海滩就是荒芜人间的海滩 就是海滩没有别的 景色很漂亮 然后小娃娃玩沙子玩得也很开心 现在带娃娃和催爸催妈 我们去海边溜一下 过来了麻烦过来了 哎呦 哎呦 拜拜 哎呦来了 拜拜 踩脚印了 哇 哇 哎呦 还记得翠爸曾经篱下的火辣艾斯 以后还是给大家唱一唱的 我所喜欢的颜文文文文件的歌 再一个给大家跳跳舞 让大家欣赏一下 下面请信赏翠爸读舞 但是这个海滩跟我所见到的那种就是被人维护的很好啊 让你又能玩就能感觉到就是人造的这种大自然的美景还是不太一样的 他就完全去感觉就是很野生的那种海滩 但是没人 然后再讲一讲令我特别不愉快的在这道Umaria的两个经历 这两个经历就是为什么我不会推荐这个酒店给任何人 就是如果你要去普吉岛的话 我是不建议你住在这里的 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一开始给我们安排房间的时候 他把我跟翠爸催妈安排到因为我们要两张大窗嘛 他就把我们就是安排的比较远 过这个也无所谓了 就是因为如果我宁愿住的稍微远一点也不愿意分两张床这种 因为我怕小娃要滚下去嘛 所以需要大床是比较好的 他把老老也安排到了就是整个最最最后面的就是走廊最尽头的一个房间 也不要紧这都无所谓 但是后来呢这个房间的WiFi坏掉了 这个酒店的WiFi覆盖还是很好 你无论在泳池还是在海滩 你都有WiFi的信号 但单独就是那间房间没有 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 我说这个房间的WiFi坏掉了 能不能帮我们修一下或者怎么样 然后那个酒店的接电话的这个女生呢 她就一直让我上WiFi 然后让我换我的密码 换登录的方式 后来我就跟她说 我说不是登录的方式 我现在是连那个小天线的那个那个那个标志都没有 我是登不上去 你点了她的WiFi她就一直一直在那转 你们都知道我在说她一直转 她是上不去的 我跟她大概解释了有10次 她还是给我不同的密码 让我登录密码 我觉得因为是她的英文不好 她可能听不懂 但是像一般在万豪的这种规模的酒店 如果你听不懂的话 我也觉得值得原谅啊 因为毕竟我们只是一个前台的服务人员 大白天的酒店大家都在上班 那像这种情况呢 你就应该去找一个主管或者英文更好的人 来帮我解决问题 而不是一定在电话里非常不耐烦的 还让我继续用密码去登录 到最后我就很不耐烦 我就跟她说 我说I don't want to have to explain to you again OK if you don't speak English Guess what I'm doing 我就跟她说 你去找一个讲英文的人 我跟你说了10次了 我登不上WiFi 你给我任何一个密码都没有用 然后这个女生就把电话给我撂掉了 然后再打回去她就不接 这种不误的态度 是我在全球的万豪酒店没有见过的 也是因为我非常震惊的 然后我就很火大 然后我就下楼去找她的主管 然后她们就不告诉我 刚才是哪个女生接的电话 因为我说我要写信到万豪的总部去投诉 这个是不应该这样对待客人的 然后她们就派了那个女的主管 因为她也不太明白我在说什么 就到我的房间去看看到底什么回事 她到了以后她就发现 哦果然是我说的那样 你换一万个password也是增不上去的 也就是本身就增不上去 这个房间里的楼器应该是坏掉的 然后这个时候她就给崔巴崔环换了一个房间 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她换了那房间 反而这个房间离我的那个房间 只隔了一个就是换到与我很近的地方 换到她在想她如果有很近的地方 为什么一开始没有给我们呢 就是很奇怪 但是我也不想想了 我觉得她能帮我换就好了 但是呢我一直就是很生气 因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 在就是这个也算是一个五星豪华的度假村 而且你是一个以服务行业作为主要经济收入的这个这种岛屿 他们那个当时的这个主管人员跟我说 普及岛大概95%以上的财政收入和经济收入全部来自于旅游业 所以在过去的几年 他们真的是度过了非常艰难的时期 那像这种比较豪华的这种比较大规模的度假村 也不得已就是让很多人都下岗了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还出现这种服务态度 因为我都是一直很耐心在跟她讲 我说亲爱的我都不上去 你给我换这个也没有用 她说你听不懂 你就是要换这个password你要把那个safari 你要把你那个browser打开你要把浏览器打开 我打开浏览器是没有用的 因为我根本登不上的wifi不是登录的问题 但是这个真的是我难以置信 她居然能hung up然后还不接你的电话 真的是不可以被原谅的 然后还有一件事情我非常生气的是 我们最后走的一天 因为它的这个sandbox program 规定你要在这个岛上待狗七天才可以走 所以你在申请那个泰国通行证的时候 它是要求你先把七天的钱付了 那么如果你决定待八天的 最后一天的钱呢 是你走的时候再付 然后最后一天我去结账的时候 我们所有在旅家村吃饭的这些消费 还有我们最后一天的这个酒店的钱和早餐的钱 我都一起去付 然后我先早上就去付了嘛 因为我们是早上的飞机要从普吉岛回到曼谷 再从曼谷飞过新加坡 所以是早上9点50的飞机 当时很早就下去结账 然后结账的时候我就说最后一天 那个我们还可以在这吃早餐吗 他说可以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带一点走看你自己随便 他这个早餐并不便宜 每个人吃早餐不吃早餐大概差不多300个明币 比如说差不多300块钱人民币一个人的早餐 但是我当时想 哎呀我们要如果去机场吃的话 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啊 而且机场的人很杂啊 现在就疫情期间 我说那我们还是在这吃吧 没有时间的话我就带点走 然后我说OK 我们就最后一天也包含早餐 请把我这个钱付了 等于三个大人的话 差不多也花了1000块钱人民币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都准备好了 我们就说我们去餐厅拿一点早餐走 然后我们走到餐厅以后 就跟他的主管说 我们是在这客人 我们已经付过今天的早餐钱了 但是呢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吃了 我们想带一点东西走 麻烦你给我拿几个餐盒 然后那个餐厅的主管跟我们说 哦我们这里的东西 除了面包以外 其他是不允许带走的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心想如果你刚刚跟我讲啊 你如果想把东西带走 你只可以带面包的话 那我就不去付这个早餐的钱了 无论这个人多有钱 更换换我还没有钱 但谁也不愿意花300元人民币 只吃几片面包 这是完全很可笑的一件事情 然后我当时很生气 因为我之前还看到有其他客人 把早餐带走 并不是只带了面包 因为这个应该是有发生过的情况 我不知道那天 为什么那天早上那个主管 就说了一个这样的话 然后我就很生气的跟他说 我说我已经看到啊 有人把早餐带走 何况刚才我在跟前台 询问我可不可以把早餐带走 我走他说的是 我才付了早餐的钱 所以现在不让我们带的话 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然后他看到我很生气 然后就说哦好吧好吧 那我就让你带吧 就是很奇怪 我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 就是但是这件事 就会让你觉得特别不舒服 然后他就给我们拿了餐盒 确实也让我们把早餐带走了 但是你说就是三个大人一个孩子 我们在匆匆忙往赶飞机的时候 我们带多少吃 也不可能花300块钱的一个人 但是整个这个 这个让你心里很不舒服的这个经历吧 它是完全跟我心目中 JW万豪的服务的这个形象是不符的 跟我一贯在JW消费的这个经历也是不符的 所以综上所述吧 我并不是说这个度假村没有优点 其实他们大部分的这些职员 还都是很friendly 很nice 但是第一点就是我自己肯定不会回去 如果大家问我去普吉岛的话 会不会推荐去这里 我也不会 然后其他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信息了我想 所以我们这一趟行程的话 酒店是2万多 然后机票一个人3000多 然后再加上几八糟加上吃饭的话 其实最后也花掉了将近五六万人民币的整个 这一个村也不算便宜 但是我觉得如果跟三亚的一些高级的宾馆比起来 你在那里住8天的话肯定是要贵很多的 因为三亚你现在住同样的宾馆 你要大概也要准备要4000人的几天 那这样的话三八二十四一间房间就已经2万4 然后你两间房间的话你5万块钱就已经没了 你要飞过去 而且那吃的东西我估计还是会比泰国贵很多的 我们是一直在度假村里所有的这个餐厅吃饭没有出去 但如果你没有小孩的话你想出去看看 其实外面的餐厅会便宜很多 如果说是学生党之类的去泰国玩的话 其实我也不推荐你每天都来这个度假村里吃 你吃来吃去做的几个餐厅也会觉得很饮 可以去外面看一看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也没有什么其他太多的建议了 泰国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玩的地方 那这次我们选择的这个度假村有 那有一点点不愉快的经历呢 但是也不太影响大局总体这个trip还是很开心的 它整个这个宾馆的facility 你们看出来它这个设施重新再一度应该是非常非常好的 然后它每天呢也会有不同的活动 我今天小孩还太小了 大下午还要睡觉 所以很多的活动我们都没有办法参加 那如果你不带小孩子来或者你的宝宝大了 那其实你的参与感和这个经历都会比我们觉得要好 所以在这里也请大家参考 那如果你在中国的话啊 你来新加坡也是不需要隔离的 你甚至都不用打疫苗 然后你可以从新加坡去泰国 然后再回新加坡 你还是不用隔离的 问题就是你回国的话还是躲不过隔离 那在此我们也是希望疫情赶快过去 然后中国也可以把大门打开啊 也设立这种打完了疫苗之后免隔离的通道 然后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去全世界玩好不好 高兴了 OK那今天就聊到这吧 拜拜 拜拜 拜拜